这两天的上海人不是在排队做核酸 就是在去排队做核酸的路上 因为从6月1日起 我们每个人都有保质期了 而且保质期很短 只有三天 连块豆腐都不如 昨晚邻居跟我吐槽 他下班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吃晚饭 而是去给自己的核酸续命 他饿着肚子排了两小时 却没坐上 检测点8点准时关门 一分钟都不待等的 听说排队的人吵到警察都来了 但是警察也毫无办法 他也不知道第二天怎么去上班 这是昨晚排队做核酸的上海某医院门口 这是今天排队做核酸的上海某商场门口 至少排了一公里 400多人 大家本以为6月1日复工复产 恢复正常生活秩序了 没想到 只是从一个坑跳入了另一个坑 你要精确计算你的保质期 随时准备给核酸续命 否则你就出不了门 坐不了车 够不了物 甚至回不了家 马上进入夏天了 上海最高气温将近40度 我难以想象 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下 平均排队一个多小时去做核酸 那些老人怎么办 那些孩子怎么办 而且据说从7月起 核酸检测需要自费了 这对于很多家庭来说 又是一笔额外的不小的费用 复工两天 上海又新增了四个中风险地区 摘星之路还很漫长 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路 跪着也得走完 中文字幕惊世改静